数卫部8月27号挂牌迄今将满三个月 部长唐凤22号接受央广专访时谈言 这三个月的心情就是创业维艰 但是他从14岁就出道创业 不断在经历从无到有来建立一个制度的过程 现在职长数卫部也是在建立一个新的公务制度 但是唐凤强调 未来他仍将秉持创业的初心 希望可以米平数位落差 建立全民数位任性 唐凤说 我们的初心就是建立全民的数位任性 确保说各行各业 所有的包含弱势的朋友 他不会因为数位的发展就被落在一旁 所以我们在这个中间 要跟非常多的各行各业 特别是微型的或中小的企业 地区型的这些事业 或者是我们的地区的合作组织 或者是这些公益团体等等 等于要把他们的这个数位转型的能力 一起都拉上来 这样子的话 他们就可以当做最弱势最偏向的这些朋友 跟我们数位世界中间的一个桥梁 此外唐凤也透露 虽然他每天要透过笔电或iPad处理的电子公文 多达上千页甚至几千页 但是这些工作装备上却没有脸书或LINE 他也从未在工作的时间读LINE 就连刚醒来或睡前休息时 他也绝对不会让这些3C产品进入他的视野 事实上唐凤每天只有在上班前及下班后会读一下LINE 就连是否已读不回 也要看这则讯息是否有回复的价值 因此如果想要获得具体回复 用email反而比较快 唐凤说 就是说比起email来讲 就是email可以讲事情讲得很清楚 然后你看了完整的脉络 你决定要怎么回 但是当然有的时候呢 就是别人想到一半就打个几行字 你这样要回他又加个几行字 或者加个表情符号 那这个时候等于是大家的时间都卡在里头了 没有一个完整的脉络而来进行讨论 所以呢 我是把email当做LINE用的 你写email给我 我半小时能够回就回 但是LINE的话不一定会 相对多数民众几乎是以LINE为生 但是诈骗等假讯息又满天飞的情况 唐凤则建议民众使用趋势科技 推出的防诈达人 或加入Cofax 及时查核可疑的讯息 专门播电台记者 吴力军在台北采访报道 我优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站在台北采访报道